小雲探索教育基地位在桃源市复兴区北橫公路18.2公里处 民国七十二年救国团占用新建青少年攀岩绳索等经济活动场地 但由于该地段属于原住民保留地 因此民意代表不断要求收回土地 而救国团在一百零六年一月十号 已经将土地移交给复兴区公所使用 俠云探索教育基地歸還之後 去公所要如何運用 秘書陳秉中表示 原有仿舍將規劃為農業教室 讓當地農產品當地直接加工 另外該地旁邊是地方牧原 計畫將部分土地釋放出作為目的使用 解決目的不足問題 主任表示 土地歸還當地族人是吃賴的正義 呼籲公所未來可以規劃將這塊土地 作為部落整體發展觀光及農業使用 如果現在回歸我們的話 我們可以在農業上觀光上 還是綜合等等的發展上 對我們相當注意非常大 區公所業館人員 目前已經草擬相關推動計畫 再以送市政府審查 除了規劃農產品產銷 也會火化使用霞雲探索教育基地 原有設施 提供外來遊客前往復興區遊玩的景點之一 促進當地觀光產業發展 記者胡室 許家龍桃園復興採訪報導